用上述适当的短语填写以下每个空格并进行必要的刚刚 父亲听了我的话 皱起眉头对我说 穆哈玛德你已经不年轻了 凡事都要体谅别人的感受 总理表示部长们在全体会议之前 举行了闭门会议 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出国留学 我们谁都说不出话来 因为我们都被极度的恐惧而张口结舍 我希望家人从农村搬到城市 以便改善生活条件 隔得他们 !" 两国经过长期间的谈判就边界争端 达成协议 该公司在国际贸易展览会上与多家国外公司成功达成交易 我想邀请您参加下周六举行的婚礼派对 解释下列个句中话先部分的意思 然后翻译成中文 这个话题还在研究和讨论中 警察告诉他这几天你不能出国旅行 因为你还在接受调查 尽管阿拉伯国家妇女地位总体有所提高 但阿拉伯妇女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束缚 没想到他奶奶还活着 因此 这几天有机会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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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经济合作协议仍在磋商中 一些学者对正规教育的严厉批评 揭示了天才拒绝各种限制 你能带我去登记住吗 商务部采取措施 取消部分国外进口限制 二战后日本取决者无条件投降 我们成功要进了一步 将力和力放在适当的位置 并解释其含义 然后尝试总结 在含义和用法上的区别 也许我妈妈明天会去机场接我 也许你们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 问问你父亲 我希望他知道你要找的字典在哪里 也许我们班最勤奋的学生是穆斯塔法 但愿灾难不要降临到我们身上 也许我们队会赢得这场比赛 我希望我有鸟儿的翅膀 这样我就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愿幸福和快乐永远注留在我们心中 也许我的梦想会在人间变成现实 愿生活无忧无虑 首先指出文中出现 还有的每个句子 然后为以下每个句子中下滑线的内容 给出适当的状语 穆斯塔法的家人都很高兴地去海边度假 我们下午两点左右到达海边 已经很累了 水果未经清洗 请勿使用 爱沙听到桥门上离开哭着的孩子冲到门口 母亲对上面说 不要打扰你父亲工作 也许如此 父亲坐在客厅里身体疲惫不开 学生认真地听教授讲课 我们离开了大学 我们离开了大学 我们很幸福 我们很幸福 四通八达的网络 为我们在生活和工作领域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